天好公开课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好公开课 今天继续聊聊时事 今天我想聊的主题是 民主政治要如何化解短期危机 诶?为什么忽然聊这个? 各位如果有看这两天的新闻 应该能感觉到 執政党面临巨大的信心危机了 不过我想要重申一下 我在上一次影片中所说的预告 我认为这个危机会按照我上一次 影片中所说的时辰解决 各位可以拭目以待 但是最近这几天确实危机来得有点大 怎么说呢? 疫情突然的爆发 掀开了台湾社会的压力锅 本来已经被停水停电 搞得心服气躁的台湾民众 对政府的信心降到了一年多以来的低点 现在政府的任何角色 都会被抹上阴谋论的色彩 在网路上大肆宣扬 所有对政府的支持言论 都被称为是大内宣 被网路各种冷嘲热讽 损得两面不是人 奇怪了 民主就是这样子的制度吗? 民主不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吗? 为什么自诩为民主社会的台湾 解决不了争议呢? 今天我就想来谈一下这个问题 在政治学上解决社会争议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专制决策 也是少数人说的算 另一种是民主决策 是大多数人说的算 这个很好理解 你可以想象成有一个神秘的小房间 里面坐着几个人 他们谈好了之后呢 事情就决定了 但是多数人要怎么决策? 几个人都不太容易有共识了 多数人要怎么有共识? 靠公投吗? 大家约好时间 出来投个票 开票 订输赢 如果是那种有个稳定流程的事情 那还可以这样做 比如说 台湾要不要核能啊 英国要不要脱欧啊 这种 但是碰到疫情处理方案这种紧急的事情 显然公投之类的事 是缓不济及的 那么 是不是民主就无法处理突发性的危机呢?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不妄下定论 但是我想带大家看个历史故事 给大家一点思考的素材 什么故事呢? 就是丘吉尔与纳粹对抗的故事 前几年有一部电影叫做 最黑暗的时刻 或叫至暗之时 拍的就是这段故事 电影本身很不错 很值得看 不过里面有个情节修改得太过了 我想电影之所以那样拍啊 是想照顾一下观众的感受 不过呢 那跟真实的政治运作有落差啦 在要不要跟纳粹德国宣战这个关键情节上 电影是这样表现的 丘吉尔跑到伦敦的地铁站 在那里倾听了人民的声音 知道了人民内心是坚决的 所以他下定决心 会下一月发表演讲 宣布英国要坚决抵抗纳粹 就那个什么口水汗水的那个演讲 这一道很感人也很民主 有问题吗? 有!非常有 因为这并不是事实 如果英国这样的大国 真的靠这种儿戏的民粹方式来决策 那世界局势会怎么发展 就令人感到很担忧了 历史上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丘吉尔不愧是大政治家啊 对于这种事关民族未来的大事 他根本没有犹豫过 史实记载的真实情况是 他跟武威内阁大神开了五天闭门会议 然后决定对纳粹德国宣战 然后呢 英国就被这六个人带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里面没有民意什么事啊 呃 这民主吗? 虽然这看起来很专制 但是我要说 这很民主 民主 并非意味着没有牺牲 没有痛苦 只有享受跟快乐 民主只是一种 可以修正错误的政治制度 但是民主并不意味着要在关键时刻 去问每一个民众的意见 当时的丘吉尔内阁 是被民众用多数选票 选进议会的 这意味着他必须承担责任 自己做出决定 做出那种对民众总体利益最大的决定 然后确保执行过程尽可能的完善 争取结果尽可能的好 这才是民主制度运行的合理方式 政治家不能事事都按照短期民意来做 然后左摇右摆着视金飞 最后说 这都是民意啊 不是我的错 那要你干嘛呢? 历史上的丘吉尔之所以是丘吉尔 就是因为他根本不在乎民意 历史上的丘吉尔是个为了保护大英帝国的利益 一意孤行不择手段的人 他在那个普遍厌战的时代 十多年如一日的呼吁 对纳粹要强硬 他是少数派 但他不需要与多数达成共识 因为他对自己的判断有绝对信心 他认为他的所作所为 是在捍卫英国的核心利益 所以他义无反顾 最近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的论点是 民主政府啊 一定要商讨啊 一定要妥协啊 要达成共识才能做事啊 其实在历史上 自由民主的力量表现出强大战斗力的时候 往往都是一个人的正确决策 民主的价值不是帮这个人决策 而是防止他继续犯错误 如果有错 在下一次选举的时候 把他换下来即可 但是呢 在任期之中 你必须要相信你选出来的那个人 好啦 以上就是我对这几天新闻的一点小感想 希望你会喜欢我的观点 如果你有你的意见 也请你在评论区发表 我们下次见 拜拜